中共7月1日8年黨慶之前 風聲鶴雷 北京市已經開始實行禁飛 交通管制 逮捕上訪民眾 有分析人士對《大紀元》詳細解釋了 中共在建黨8年如此高調的背後因素 中共北京市政府6月11日發布通告 稱自2021年6月13日零時起 至2021年7月1日24時指 將北京市9個區的行政區域 設置為淨空限制區 在淨空限制區禁止聲放無人機 穿越機等航空模型 風箏、氣球、恐鳴燈等 分階段限制放飛鳥類 比如通州區的甲子等鳥類動物 必須進行圈養並禁止放飛 其他8個區的甲子等鳥類動物 必須在每天6時至15時 進行圈養並禁止放飛 6月12日晚上9點至6月13日凌晨 北京天安門地區舉行了7月1日黨慶之前的首次彩排 此前6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發布通告說 6月12日下午已時至6月13日活動結束 天安門地區及相關道路分時分段採取交通管制措施 從5月22日起北京郊區各國鄉鎮開始清理外來人口 海外維權網報導北京從6月12日開始大清場 要求15日之前要將房外觀瞻的訪問清理完畢 到20日必須不要有任何的死角 大紀元記者6月13日採訪毛錫斯訪問吳世明獲知 中共為了7月1日的黨慶早就已經開始管控 它所在的毛錫斯絕對不容許去北京 時事評論員唐靖遠向大紀元記者分析表示 中共8年黨慶要高調操辦 因為這是中共提出的2個100年總目標的第一個 官方的說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小康社會是否真的達到了目標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共將利用虛假的達標 來宣傳為中共實現的所謂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一步 這個可以鞏固強化中共執政的合法性 公開資料顯示 2個18年分別指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8年 首先由中共前黨魁江澤民在1997年中共十五大時提出 中共十六大加入中共黨章中 中共十九大期間 習近平將江澤民時期的2個18年目標 改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